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拥有了人生中第一台电脑 从此世界开了花 我不断地去寻找 发现和挑战那些迷人的未知 还认识了那个他 慢慢地我把直播间当成了家 想要得到那个他的关注 成为榜一 应该就可以了吧 终于 他来嫁我了 他说 想和我探讨身体的小秘密 我们感情越来越好 有一天 他说生日要到了 想要我占住一款包包 我犹豫了 他马上说 不给钱就要把我的照片发在学校 原来 我们的感情只是一场笑话 现实生活中 有的同学和小哪吒一样 容易沉迷于网络游戏 网络直播等娱乐消费领域 同学们必须牢记 第一 不参与网上现金充值 礼物购买 在线支付等各类打赏服务 第二 不随意在网上 与陌生人家为好友进行聊天 甚交网友 甚见网友 因为你以为的小仙女小哥哥 实际上可能是抠脚大汉 第三 不要把自己 及父母家人的真实信息 如姓名 住址 学校 电话号码等 在网上告诉其他人 更不能将身体的隐私照片 发送给网友 第四 发现危害身心健康的网络产品 或网络服务 要及时投诉 举报 第五 如遇网络陷阱或伤害 请第一时间告诉父母或老师 接下来又到了提问的环节 今天的问题是 如遇网络陷阱或伤害 我们应该怎么办 A 偷偷打钱过去 不被父母发现就可以 B 网上可以借钱随便话 自己再想办法慢慢还 C 告诉父母或老师 D 打110电话报警 知道答案的同学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会选出幸运观众哦 那么小哪吒还会有什么样的经历呢 我们下期再见